好 馬上帶您關心天氣 其實今天全台灣在白天的狀況來講的話 各地都是屬於高溫炎熱的天氣狀況 各地都有超過30度的高溫 不過太陽下山之後 其實各地都會有不到20度的低溫 所以提醒您起早貪玩出門的時候 還是要多戴件外套了 繼續來您看到這一整個禮拜的天氣狀況 其實我們可以發現到在廉假期間 台灣各地的天氣狀況其實都是非常不錯 水氣是偏少的 只有在東部以及部分山區會有震雨的情況 不過我們到禮拜四禮拜五 就會有一波封面經過 屆時在中部以北地區就會有明顯的降雨 因此我們這邊也要來提醒您 有關於我們整個天氣的狀況 首先在北海岸以及東半部地區 今明兩天都有可能會出現長浪 要提醒您如果您從事戶外活動的話 要留意了 繼續來看到的就是今明兩天氣溫都會蠻高的 不過在開工日就會變天 水氣就會變多 也要提醒您開工日要多天見語句 好以上這一節天氣資訊提供給您